新生活好管家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原小立味更香 蝉花菜籽由头约知识播出的好管家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小柯 有请一下我们本期嘉宾赵姐 你好赵姐 你好小柯 又见你了 这次貌似感觉比上次来我们节目要瘦了一些 一直在吃减脂美食啊 是吗 但是今天这道菜我看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要做什么 做这道菜叫做豪焖羊肉 豪焖羊肉 看我们这个食材 我就觉得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制作这道豪焖羊肉所需要的材料有 羊腿肉 生蚝 甜面酱 葱 姜 花椒 料酒 生抽 老抽 啤酒 冰糖 小米椒 小香葱 我们先把这个羊肉得处理一下 改一下刀 然后焯一下水 放上这么一盆水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羊肉 改一下刀 要切一下是吧 是 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哪部分的这个羊肉 这是个羊腿 实际上我们用羊排 就是那肋排 还有其他部位的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用这个羊腿肉呢 它更加这个口感上来讲的话 肉质比较细腻一点 我们这个羊肉肉质也是非常好的 羊腿肉 对 做什么样的菜就用什么样的部位 是吧 比如说我喜欢吃带骨头的 那我就选羊排 对吧 或者羊蝎子 然后你要想到口感更细腻一点的话 这个羊腿肉既有嚼劲口感又好 而且也不是特别肥 是 你切开你看这个肉的纹理 对 而且咱们北方人基本上 对这个羊肉还是亲有独钟的 内蒙呀 新疆呀 陕北呀 这都是盛产羊肉的地方 对 骨头的地方是不是我们要剔开 是 基本上贴着它的边把这肉都剔下来了 赵姐姐已经把肉切完了 我们要放到锅里 这也不用等水完全大开 我们就可以放进去了 好 大概煮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焯一下 焯一下 里面就加一些料酒就可以了 就加料酒 对 把它血沫煮一下 是的 羊肉还是比较新鲜的 你看血沫都没有特别多 它这个肉的品质比较好 这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火一关 好 我们关火把它捞出来 是 把它捞出来 非常干净 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味儿 一般我们也知道羊肉它这个山味比较重 对 会有一些山味 把它拿清水冲一下 冲下之后我们还要炒一下它 工序还是蛮多的 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老三样 葱姜 葱呢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大葱跟小葱都有 对 大葱呢 我们其实也不用用太多 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是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小黄姜 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大姜 这个小黄姜呢 一个是姜味比较浓 再一个呢 它就是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 去拌 而且吃姜它是可以去寒的嘛 是的 这些小料就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这个羊肉也就这么多 本来我们用油呢 是由蝉花菜籽油提供的 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等这个油完全热之后 我们把小料一放 这油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小料放进去 好 放花椒 把羊肉倒进去 把里面这个水汽稍微炒干一点 嗯 然后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秘密武器 这个是什么 甜面酱 甜面酱啊 对 这个我们基本上在超市能买到的 对 甜面酱呢 我们基本上有时候要做一些 比如说像炸酱面呀 酱类的都会放的 我们这个菜不是说是豪闷吗 嗯 所以我们想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点 加点这个酱 你看基本上让每一块羊肉都裹上它这个酱 嗯 把它搅拌均匀啊 对 看着这个颜色已经出来了 这个香味也出来了 颜色棒棒的 加点这个生抽 就像你说的本身已经放酱了 我们就不能太咸了对吧 对 这个时候要请出我们的秘密武器 又是一个秘密武器 今天这道菜有很多秘密武器啊 所以料大家一定要看好了 为什么要用啤酒呢 啤酒这个一个是能增香 二一个去山味 去山味 对 而且还能让我们的羊肉更软烂一点 用啤酒呢 还有一个妙处是什么 比如说你用的是冷冻过的肉 那么解冻了之后 你用啤酒代替水来煮它的话 能够恢复它的这个鲜嫩 而且我觉得用啤酒炖出来的肉 或者是像小龙虾都会放啤酒嘛 是啊 是很香嘛 好 这要大概炖多久呢 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羊腿肉 用的不是那个羊排 炖上半个小时差不多了 半个小时 对 那我们现在还需要放其他的料吗 现在大火已经烧开了 烧开之后我们料点冰糖 好 放冰糖 对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之中 我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 白冰糖和黄冰糖的区别 最后再加一点老抽 老抽 就让它这个颜色看着更红润 哇 看着就很香啊 现在我们就可以让它小火慢慢炖去吧 好 那我们等待一下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汁马上就要收干了 我们这时候把蒸锅加上 我们要蒸我们这个生蚝了 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生蚝呢 个头比较小 所以呢上汽蒸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也比较好熟一些 如果要是大的话 我们就蒸个八分钟 嗯 步骤比较多 对 但是只要是味道好吃 我觉得应该也没关系啊 麻烦一点无所谓 这个蒸锅呢已经上气了啊 我们把生蚝放进去 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生蚝 一会儿还要拿油煎一下 如果你们平时就是说直接蒸熟了就吃的话 我建议你在这个蒸生蚝的时候给底下垫点姜 嗯 或者说给这个水里面放点姜片 放点料酒 放点葱段 对 生蚝差不多蒸好了 好 那我们开盖看一下 大火五分钟的口感 口都张开了 啊 赵姐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生蚝的肉取出来 好 这个生蚝是我已经弄出来 然后清洗过的 嗯 好 大火把锅先烧热 少倒一点点油 本来没有油的时候 茶花菜籽油提供的 茶花菜籽油高原小 利味更香 这时候就是把锅润一下就OK了 嗯 然后把我们沥干水分的这个 放在这里面轻轻地煎一下 嗯 因为我们这个生蚝已经是蒸熟过的 对 那我们煎一下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还是把它这个水分和鲜嫩锁在里面 嗯 煎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呢 稍微有点金边 就那焦焦的有一点点 嗯 有一点泛焦黄色 是的 煎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翻个面 保证它每一面都煎到 你有没有看到它已经有点微微的泛黄 对它边上有一点焦黄的感觉了 我们就要的是这个感觉 嗯 这生蚝就煎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火一关 煎完之后我们换一个容器 嗯 炖好的这个羊肉收个汁 我们把这个汁尽量收得更加浓稠一点 嗯 我们因为刚才里面加了甜面酱 还加了老抽生抽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不放盐了 好调料也不放了 对 然后把我们刚才煎好的这个生蚝 嗯 放进去 搅拌一下 让它入一个味 让生蚝跟羊肉的这个味呢 稍微融合一下 我们这个大概还要炖多长时间呢 不用炖了 我们现在把刚才切好的这个配料 嗯 放进去 直接一撒 对 因为生蚝是熟的嘛 对 我们可以把火关掉了 再利用它的余温 稍微焖一下 盖盖 对 嗯 葱跟小胡辣椒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好 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 可以上桌了 好 那我们这道豪焖羊肉呢 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天气转凉 北方人最喜爱的羊肉 已经悄然上线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烹饪出各种纯齿流香的味道 其中 焖羊肉最受欢迎 这道豪焖羊肉 选用肉质细嫩的羊后腿肉 简单调味 再加上啤酒的焖炖 成菜枝浓汤紧 肉质软嫩 滋味香醇 又加入了鲜美的生蚝 不仅味道更加鲜香 没有山味 而且生蚝入口细嫩香滑 饱含酱香的味道 令人迟迟大动 接下来呢 到我们的品尝时间了 我们已经提前用公块 把菜品已经分好了 我们可以来尝一下了 我还是一块吃吧 嗯 我是头一回品尝这种 酱香口味的这种生蚝 它这种鲜跟酱香味 充分融合在了一块 非常的好吃 味道很奇妙 味道很香 而且一点点都不删 吃到厚味 我能吃出来酒味 就啤酒的香味 对 啤酒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让我们的口感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可以放不同的海鲜 比如说像扇贝 鲍鱼 肯定是海鲜跟羊肉 它这个味道更鲜美 对 出来的味道是又鲜 然后这个酱香味十足的 也不咸 我觉得这个汁呢 真的特别好 可以半米饭来食用 好 如果您喜欢的话 那不妨在家里也学做一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豪焖羊肉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羊腿肉切块 洗锅烧水 放入羊肉块超制 加入料酒 水开后煮两到三分钟后捞出 冲洗干净 第二步 另起锅烧油 放入葱 姜 花椒 炒出香味 倒入羊肉块扁干水分 放入甜面酱翻炒均匀 加入生抽 倒入啤酒没过羊肉 烧开后放入冰糖 加入老抽 转小火炖30分钟 第三步 蒸锅上汽后放入生蚝 大火蒸5分钟取出 剔出生蚝肉 清洗干净 第四步 另起锅 加入底油 放入生蚝肉 煎至上色后盛出 第五步 炖好的羊肉 倒入沙包中 收浓汤汁 放入生蚝拌匀 撒上小米椒 小葱段 关火后盖上盖子 焖一分钟 管家小账本 羊肉80元 生蚝40元 辅料10元 共计130元 好在这里呢 感谢赵姐来做客 我们的好管家节目 我们的管家大礼包 送给你是有长安花良油提供的 长安花绿色小榨菜籽油 不是煤瓶 好油都是绿色食品 感谢你的参与 谢谢赵姐 好 接下来的节目呢 更加精彩 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爱可好管家 长安花菜籽油提醒您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好管家 我是主持人赵敏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地给大家来呈现美食 我们邀请到了呢 还是节目的老朋友王月 王月你好 你好 谢谢 自学成才的天才 我觉得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今天我带来的是香菜牛肉 香菜是一种让人既爱又恨的食材 有人对它的味道很着迷 有人却对它嗤之以鼻 香菜不仅可以当作凉菜吃 炒出来的味道也很棒 而且特别下饭 制作香菜牛肉 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牛肉 香菜 小米椒 泡椒 姜 葱 花椒 麻椒 干辣椒 料酒 黑胡椒 生抽 蚝油 老抽 淀粉 盐 糖 鸡精 今天你选的这个牛肉还挺好的 对 像牛肉的话 我们在市场上都可以让师傅 帮你去切成片 然后我们先可以腌制一下 放料酒 对 黑胡椒 可以放一点黑胡椒 这个牛肉有时候自己在家炒 容易炒得过老 为什么会老呢 就是我们腌制的时候没有到位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腌制会比较好 松抽 蚝油 好 再放点老抽 最后我们加一些淀粉 大概五到十分钟就可以 其实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步骤 可以理解为 既是给它稍微的入个盐味 同样也能给它稍微的穿一个薄衣服 挂个薄芡 那它一会儿炒的话会更嫩一些 想把牛肉炒嫩的话 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要盖上一层油 好 就这样的腌制十分钟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耐心的等待十分钟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里啊 我们可以把其他这个配菜 稍微给它切一下 改个刀 用它这么多就够了 我们再切一些小米椒 你做菜还是非常喜欢小米辣的 香菜牛肉它这个灵魂也是在于 一定要放小米椒 泡椒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可以加 酸辣味吗 对 香菜的话大概就是三厘米就可以了 管家小课堂 香菜中含有维生素C 胡萝卜素 维生素B1B2等 同时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香菜中含有许多挥发油 它的特殊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 它能去除肉类中的腥山味 还可以增香味 另外它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具有开胃醒皮的作用 热锅凉油对吧 对热锅凉油 而且我们也腌制好了 好 节目用油是由长安花凉油提供 长安花绿色小榨菜籽油 不是每一瓶好油都是绿色食品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多少油呢 大概就是比普通炒菜要多一点就可以了 油大概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一些这个花椒 麻椒和这个辣椒 对 可以放一点煸香 对如果你要煸香这些辛香料的话呢 油温最好不要太高容易糊掉 对 好稍微出来点味儿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泡椒和小米椒放进去 接下来我们放生姜 这道菜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把料炒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下牛肉 牛肉注意就是一定不要炒老 所以我们就快速大火翻炒 好我们把这个牛肉放进去以后 我们快速翻炒一下 然后放料酒 好 然后放一些生抽 放一点点的糖 半勺糖 半勺盐就好了 好的 好 等它半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香菜的根 还有这个葱 小葱段 对 放进去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用这个香菜 给牛肉去除一下 刚才我说的这个腥味的 好 我们平常自己在这个餐厅里边去吃饭的时候 有一道菜叫做这个小炒黄牛肉 他也用的是这个小炒 那其实我们今天用到这个手法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用到的菜是把这个牛肉和香菜炒在一起 对 那个香菜牛肉 如果是香菜爱好者吃这道菜的话 就真的会非常的幸福 对 今天放的香菜比较多 对 我个人是很习惯于这个味道的 但是有些朋友他说是可能这个不喜欢香菜这个味道 是在自己的这个DNA里面携带的 真的就不喜欢 后来也有科学研究证明啊 有些人他可能从他这个生理上 他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口味 就是确实会有这种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 平常吃吃饭做菜的时候 不光光香菜可以点缀 然后也可以去除露的这个腥味在里边 最后呢 有时候我在家里吃火锅的时候啊 也会放很多这个香菜进去 就我们放一勺鸡精就可以出锅了 对 香菜牛肉有凉菜版 还有今天王月做的热炒版 每一种做法都好吃 牛肉嫩滑多汁 香菜特别的提味 香辣开胃 味道超级棒 如果你喜欢吃香菜 一定要试试这道菜 我尝一下香菜 嗯 嗯 熟悉的味道好吃 嗯 这个肉不老 很嫩的 我觉得这道菜啊 品尝起来居然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吃 因为我想啊 炒菜嘛 应该就是一个基本口味 它可能不会有那么突出的这个口味在里边 但是呢 你这道菜做出来以后 我觉得还是辣香辣香的 对 特别好吃 因为里边放了很多的这个小米辣 然后也放了一些这个泡椒在里边 对 我感觉你做菜还是非常善用这个小米辣的 对 提味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咱们今天这道菜啊 吃起来香菜呢 非常的有味 它有香菜本来的这个辛香味在里边 是 然后呢 后期我们也给它加了一些这个 我们家的这个泡椒味啊 还有这个小米辣的这个调和的这种 符合性辣味在里边 咱们今天这个牛肉吃起来还是非常的嫩的 所以我们前期的这个腌制工作 还是很到位的 是 你看我们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 我们腌制的时候呢 使用了生抽 然后使用到了淀粉 淀粉 对 还有黑胡椒 嗯 还有料酒 嗯 姜片 嗯 然后来回的这样的搅拌 搅拌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盖上一层食用油 嗯 然后这一步是很关键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后期再炒的话 就不会容易那么老了 嗯 第二就是在烹饪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就是大火翻炒 牛肉一定要大火翻炒 拌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香菜放里边了 嗯 嗯 为什么要大火炒呢 其实大火炒呢 就是让它能够成熟的时间 稍微短一点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做这种小炒系列的这种菜 都需要大火去翻炒它 那么这道菜呢 它因为它比较的快 比较的方便一些 所以非常的适合上班族去做菜 我觉得我也可以把这项技能学会 对 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做出一道菜 非常的好 而且很好吃 对 最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香菜牛肉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牛肉中放入料酒 黑胡椒 生抽 蚝油 老抽 淀粉 拌匀 接着加入油 腌制十分钟 第二步 姜切片 小米椒切碎 香菜切成段 第三步 锅中倒入油 边香花椒 麻椒和干辣椒 加入泡椒 小米椒和姜片 料头的味道炒出来之后 下入牛肉 加入料酒 生抽 糖 盐 接下来放入葱段和香菜根 翻炒几下 再加入香菜叶子 最后放鸡精 这样香菜牛肉就做好了 管家小账本 牛肉25元 其他材料5元 共计30元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道美食 也给大家呈现完毕了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好管家的其他精彩节目吧 对于长期久坐的上班族来说 因为工作忙碌 锻炼少 肚子很容易囤积脂肪 怎么锻炼这个部位呢 首先腹部锻炼 腹部的 其实它的区域也比较广了 或者说我们很多人在说腹部是核心 那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核心 什么是核心 一般上来说 我们的核心指的是我们的主体躯干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的隔肌以下 骨盆底肌以上 整个腰腹主体躯干的这一圈都会被称作核心 那大部分人其实针对核心都认知只是肚子 那确实腹部的肌肉也是核心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腰腹核心部位常见的问题 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肚子大或者腰腹部脂肪容易堆积 首先第一点这是跟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缺乏运动会有关系 第二也会跟我们的腹部的肌肉没有力量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核心无力 收不紧腹部的肌肉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怎么样锻炼腰腹核心呢 那首先对于腹部训练我们比较常见的动作呢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我们躯干躯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传统的有点类似于仰卧起坐的一个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我们叫做卷腹 它的动作幅度没有仰卧起坐那么大 同时对我们的腰椎也会更加的友好 受伤的风险会非常低 平躺于垫子上面 膝关节微躯 让我们的腰部以下腰臀脚全部都贴于垫子上 下半身是不发力的 然后在做的时候双手交叉 放在你的锁骨之上 上半身有一种往回卷动的感觉 启动的这种感觉呢 包括它的高度 就是让你的肩胛骨可以离开地面 就OK了 不需要起特别高 腰部是一直贴在垫子上的 然后在做动作的同时 配合着呼吸 向其卷的时候 向上发力的时候吐气 注意在做腹部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口气全部吐完 你的腹才可以受到一个最紧的状态 然后还原的时候吸气 就可以了 那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的 就是新手在做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脖子会比较酸 这个也是因为腹部肌肉力量不够 卷到后面卷不起来了 可能会把头使劲往前伸 整个颈部会有带长 那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在做的时候 个数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去选择 刚开始训练的话 不用做太多个 一组做10到15个即可 也不需要做太多组 我个人推荐三组就OK了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反向卷腹 那顾名思义它起的方向主要是靠下肢 包括我们的骨盆反着往回 骨盆后倾带动的一个动作 也是针对我们腐质机做的一个训练 腰以上全部贴在垫子上 腰肩胛骨 还有包括我们的后脑勺 全部贴在垫子上 手放在身子两侧 掌心向下 按于地面上 然后做的时候 让你的大小腿全部贴在一起 反着向回滚动的同时 尝试用膝盖去撞你的胸口 同时也是一样伴随着呼吸 膝盖往起抬 下半身往起抬的同时 把气全部吐完 向下放的同时 轻轻点地就可以了 注意高度也不需要太高 屁股是可以抬离地面的 但是腰以上 尽量是可以保持贴实在垫子上面的 第三个动作就是比较常见的 也是大家可能都见到过的 俄罗斯转体 俄式转体在训练的话 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腹外斜 腹内斜肌 也就是腰两侧的肌肉 那这两块肌肉主要控制的 就是我们的躯干去旋转 这种这样的一个发力感觉 俄式转体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接触点就只有我们的臀部 我们是一个类似于坐姿的动作 首先第一 让我们的双脚微微离地就可以了 然后两条腿尽量并拢放在一起 下半身不产生移动 然后双手可以去抱拳 然后也可以持一个重物 上半身主要去找这种旋转的感觉 一定是靠腰腹部带动我们的上半身去旋转 而不是只是拿手往左右两边去甩 同时左右两侧都伴随着呼吸 向左转的时候吐气 中间的过程中吸气 向右的时候再吐气 另外一点就是俄式转体在做的时候 注意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就完全要收紧前侧 前表链腹部这种感觉 收紧前面然后再去旋转 不要挺得很直 就是这个动作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需要拿腰部去顶 腰是放松的 前侧腹部先把它拉紧收紧 然后再找这种旋转发力的感觉 腹部训练时呼吸的重要性 做腹部训练的时候 呼吸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你不呼吸的情况下 第一你可能会差气 会感觉呼吸不够 然后第二就是在做的时候 你的腹部发力 或者它的收紧程度是不够好的 所以在做腹部的时候 一定要伴随着呼吸 重点提示 一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 腹部肌肉没有力量 最容易造成腹部囤积脂肪 二卷腹 反向卷腹 额式转体都能够很好的锻炼 腰腹核心部位 三进行腹部训练时 呼吸很重要 很容易差气 发力时收紧程度不够好 少聚集 戴口罩 长通风 勤洗手 保持一米线安全社交距离 出现可疑症状 及时就医 坚定信心 众志成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从我做起 长安花菜子油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有请一下我们本期嘉宾 袁立群 袁大厨 你好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道 比较清淡的一道美食 算是应季的吧 然后简单一说就是栗子白菜 名字叫什么 农汤栗子娃娃菜 这道菜同样秉承了袁立群大厨以往的风格 是用农汤来做 但是今天他用短短几分钟 在现场就制作了一份鲜美的农汤 有了这口汤 能搭配和变化出很多菜品 下面我们就跟着袁大厨来学学这口汤和这道菜的做法 需要的材料有 娃娃菜 南瓜 薯板栗 鸡蛋 枸杞 料酒 水淀粉 盐 鸡粉 好的 看完食材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开始制作了 好的 来 这个南瓜是要跟这个白菜跟栗子是在一块儿 煨出来还是炒出来的 第一是增加它的营养程度 增营养成分 第二呢 我们会增加它的稠度 增加它的甜度 更加更加的 也要是颜色呢 更加的漂亮 我们先把南瓜来切成片 对 切成片 切成片之后我们一会儿来给它蒸上 要给它蒸烂 那得蒸多长时间 蒸烂了 其实南瓜呢 看你切的薄厚 切的薄的话 可能十分钟就可以了 稍微好一点 稍微长一点 就是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最多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现在来 做一个家庭版的浓汤 特别之处吧 我们来鸡蛋来做好不好 鸡蛋 对 鸡蛋能做吗 鸡蛋很鲜的 咱们试一下 好 那我今天要跟袁大厨来学一招 用鸡蛋来做浓汤 对 鸡蛋要清洗完了 就拿来打来打 我们已经清洗过了 好 因为鸡蛋它有很多的 那个大肠感觉 什么的 这比较清晰感 鸡蛋打完了 我们再打 打散 实在是有点想不明白 这个袁大厨 用鸡蛋做的高汤 究竟怎么做的 它是家庭版的 家庭版 因为你家里不好掉汤 比如说 就是上班一足 下来班的 你想掉八个小时的汤 咋可能呢 不可能吗 是不是 它不能早上起来 放点你就走 你不然这火万一到熬干了 或者怎么样了 会出问题的 是吧 用两个鸡蛋就可以做出来 试一下 好 本来我们用的是 柴花菜籽油提供的 柴花菜籽油 高原小立味更香 有稍微多一点 不用特别多 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个菜籽油 一定要把这个 它这个菜籽油的味道 要炼出去 这个鸡蛋一会儿是要炒吗 是啊 但是炒鸡蛋我们都会呀 这很简单呀 就是 都会呀 所以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肯定会不一样 我们先把鸡蛋炒一炒吧 把鸡蛋先炒好 炒鸡蛋很简单呀 让你变成好汤 就要看你的技术了 炒鸡蛋我们在家都会 炒老一点 炒碎一点 要炒老一点 把鸡蛋炒得焦黄一点 焦黄一点 这时候呢 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一步很关键 我们要加开水 这样就完成了吗 先要煮一会儿啊 稍微加一点点料酒 让去腥 这个大概要炖煮多长时间 要把这个汤煮白 煮白 对 它会白的 要浓汤的吗 咱们要今天要掉的汤 是浓汤 要掉汤的吗 所以说要冲白 要多冲一会儿 这个方式方法呢 我可能平时在家 如果做鸡汤的话 就比如说煎鸡鱼汤 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放开水 它就变成浓汤了 对 就这个放鸡蛋 是不是一个道理 意思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要被它 那个里面的蛋白质 化出来 然后变成浓汤 所以说鸡蛋 我们炒制之后 加这个开水 也可以煮出鲜美的浓汤出来 对 大家不妨在家里 也可以试一试 是啊 对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 特别是上班一组 下了班了 没够弄那个汤 自己可以在家掉一片汤 汤掉完之后 鸡蛋你也可以做别的用 也可以吃啊 什么都可以的 白了 你慢慢开始白了 这个方法是挺好 把栗子咱们蒸一下 稍微放点糖 让它更甜一点 在里面要放点糖 加点糖 今天袁大厨准备的 这个是熟的板栗 对 熟的板栗 稍微加点水 加点糖 让它板栗更甜一些 所以说口感更会好一些 因为虽然说 我们这是熟的板栗 但是还是需要 让它更软糯一些 口感入口更沙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得多蒸它一会儿 但时间不用太这边长 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 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板子也放进去 跟这个南瓜一起来蒸 我们这个家庭板的浓汤 还要再炖住一会儿 再炖住一会儿 对 是的 我们现在摆这个白菜 给它刀 好 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娃娃菜 娃娃菜 娃娃菜呢 其实是很鲜的 有一道菜叫上汤娃娃菜 然后一边吃这个娃娃菜 还有喝这个汤 今天你也可以喝汤 也可以吃菜 都是一样的 意思很一样 但是上汤娃娃菜呢 就是它的做法呢 还是跟咱们今天做的不一样 它那个虽然说是浓汤 但是它那个是不够芡的 咱们这时候要够点芡的 我们先把娃娃菜来切成这个调状 对 你看我们汤已经熬的差不多了 浓稠度 浓稠度也差不多了 好 我们只要汤 鸡蛋先捞出来 对 哇 这个果然是家庭版浓汤 真的很浓 很鲜 就是好像有一点 还有一点点像浓汤宝的那种感觉 浓汤宝的感觉 这可什么都没加 除了点热酒 就没有添加剂 什么都没有 我们家庭版的浓汤 还可以 对 非常不错 把娃娃菜是不是要焯一下 一会儿焯一下 现在水还没有开 我们现在的南瓜基本差不多了 好了吗 可以了 栗子也可以了 很软很烂 把这个煎里面的水 就要倒掉不要了 我们只要南瓜 南瓜 我们现在把这个南瓜呢 放在这个漏刀里 因为它已经很软了 我们给它压碎 再让它把这个绒 流出去 压成种南瓜绒 是的 要把这个南瓜过滤的更加细一些 我们已经把这个南瓜制作成南瓜绒了 那那个栗子呢 栗子就放在这里 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一会儿下锅放就好了 现在水已经开了 我们现在才来烫我们的娃娃菜 水开了 水开了 我们稍微加点盐 让它底味 加点盐进去 在焯水的时候 让这个菜品有点底味 开始后我们下锅 麻辣菜相对来说也比较好熟嘛 对 这个一般的一会儿开锅 稍微烫一烫就好了 但是 你要保证它口感 还是稍微煮的软烂一点 比较感觉非常好 更好一些 不要脆 要软烂的感觉 因为咱们这个是栗子趴的 趴菜呢 相对来说 这个口感要稍微的软烂一点 不要吃脆 这个白菜呢 有时候呢 它会有一点点腥味 有一点腥味 虽然说它是很鲜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有种 菜本身那种味道 我们给它出完水之后呢 然后我稍微的冲一下凉水 让它那个味道冲出去 稍微冲点凉水 就是焯好之后 我们用凉水冲一下 稍微冲一下 好 我们把焯好的娃娃菜来捞出 捞出来 我们能看的 我们能看出来 已经煮得很软烂了 很软烂了 我们稍微冲一下水 袁大厨呢 已经把这个娃娃菜用凉水 已经冲过了 对冲过了 现在我们呢 稍微再给它整齐 再给它改个道整齐一下 让出品更漂亮 对 要把它切成一样齐 对 是的 你出品出来 才是整整齐齐的嘛 好看嘛 然后这些 你看这些碎的叶子 你在放在上面 就不好看了 就把这个我们 焯好的娃娃菜要整理一下 对 要整理一下 我们对齐来切一下 对 好 我们把它切好 把它先放在盘子里面 放好 好 放在盘子里放好 我们现在呢 进行下一步 我们现在要 勾这个汤了 好 是不是浓的 很浓的 对 很浓 想象不来 就是用鸡蛋做出来的 把它热一下 对 开锅 咱们现在的时候 在台湾没开始 我们加点味进去 加点盐 糖一点点就好 因为一会儿 我们还要加 还要加那个南瓜汁 所以说呢 我们要稍微少一点盐 因为南瓜本身都是甜的 甜的 对 我们加点鸡粉 我们这时候呢 把这个白菜呢 放进去 稍微的味它一下 让它静一下味道 让我们的这个娃娃菜 对 跟这个我们的高汤 来借个味 对 借个味 因为刚才我们第一是要借味 第二是我们刚才不是拿水盈的 给它冲了一下吗 我们要杀菌消毒 高汤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会渗到这个娃娃菜里 对 我们这时候摆娃娃菜 先盛出来 好 我们先来做一个摆盘 摆盘一下 在家我们也可以拿一个比较好看的容器 对 你这样出来就很漂亮 你这样出来菜品 让它看得好看 让你喜欢 想吃 把我们刚才蒸好的栗子 放到锅里面 再加热一下 那为什么刚才栗子跟这个娃娃菜 还不一起熟呢 我怕 因为这个栗子已经很软了 我怕它一会儿 一能全都碎了 就不好看了 这个栗子稍微喂一喂都可以了 稍微喂一喂都可以了 我们只要把栗子捞出来 好 因为我们今天选用的也是手版栗 对 手的版栗 所以相对来说 比较快 或者有那种 因为我们今天看 准备是这种大板栗 有那种小板栗也可以 也可以啊 这个看你咱们自己在家的 感觉怎么样 对 买的更好一点 小板栗可能味道更甜一些 我们把这个枸杞子呢 我们稍微给它加一下热 然后放在上面去 枸杞 对 把这个汤里稍微热一下 这个是之前我们 已经泡好的 对 枸杞子呢 主要是增加它的颜色 增加它的营养成分 嗯 楼梯作为点缀啊 不用太多 这时候呢 我们摆我们刚才准备好的 南瓜融合进去 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啊 我融合进去 我们加南瓜的时候 是不是要适量的加 对 你先看一下 不要太多了 你太多了 会很甜 颜色呢 可能会太深了 对 就太黄了 是吧 对 有点颜色就好 这种颜色基本淡淡的黄色 就可以了 最后加一点水淀粉 就出锅之前 对 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一些 对 能扒到这个菜上面 人家菜呢 更有吸附感 嗯 好 我们浇在娃娃菜上面 长安花菜子油提醒您 广告之后更精彩 虽然是一道素菜 袁大厨制作的也非常的精心 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成菜色泽搭配亮丽 摆盘讲究 端上桌来 让每位食者都觉得有被精心对待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为用心做菜的人 最好的回馈和报答 尝一下 色香味俱全的一道菜 嗯 根是很脆爽 然后这个叶子部分呢 是软软的感觉 嗯 这个栗子 哇 我觉得这个 这个栗子小朋友应该很喜欢 对 这道菜呢 可以说是一道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菜 看这个样子呢 我就觉得就非常有食欲 而且非常的清淡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 是甜鲜口感 甜鲜口感 白菜也比较甜 而且它要立了板栗的香味 对 但是我是觉得各是各的味 各是各的味 哦 板栗是 因为它是甜甜软糯的那种感觉嘛 嗯 然后白菜呢 本身它就是口感是有点甜甜的 然后又进了这个高汤的味道呢 就更鲜美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不妨在家里也协作一下了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浓汤栗子娃娃菜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南瓜去皮切片蒸熟 薯板栗加水 糖蒸制 第二步 两个鸡蛋打散炒制 冲入开水 放料酒 熬制几分钟至汤浓白 过滤出浓汤 第三步 南瓜倒成泥 过滤备用 水中加盐烧开 娃娃菜煮熟盛出 第四步 浓汤加热 调入盐 糖 鸡粉 放入娃娃菜 栗子 微一下 入味 捞出摆盘 枸杞微一下 点缀菜品 第五步 剩余的浓汤中 加入南瓜泥调色 放入淀粉勾芡 浇到娃娃菜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管家小账本 制作这道浓汤栗子 娃娃菜需要的食材 大约20元 在这里的感谢袁大厨 来做客我们的好管家节目 我们的管家大礼包送给你 是由长安花凉油提供的 长安花绿色小榨菜籽油 不是每一瓶好油 都是绿色食品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好 那今天我们好管家的 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下期同一时间准时 和大家不见不散 拜拜 新生活好管家 今日冬至 您家吃饺子了吗 饺子年年吃 您家还有什么新花样吗 来跟着魏大厨学一学 陕西同川的小吃 油泼搁的饺子 绝对符合咱老闪的口味 说到酸菜鱼 应该没有不喜欢的吧 王大厨的这道 金汤酸菜鱼 地道的川味 吃鱼 喝汤 还有很多配菜 热气腾腾的一碗上桌 配一碗米饭 绝对过瘾 喜欢吃酸菜鱼的 快来学一学 你们喜欢吃牛蛙吗 是不是经常在外面 吃干锅牛蛙 香辣牛蛙之类的 来学一学小壶的 这道创新的紫苏焖牛蛙 沙包做菜 紫苏独特的香味 都让牛蛙吸收了 这样的味道 你想尝一尝吗 每一道菜 都是你想吃 想做的 精彩内容 都在好管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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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